你好 欢迎收看3月19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莲县应以新冠肺炎跨局处及中央驻地单位 一级开设应变会议19号周刊 新党徐中卫听取各局处执行防疫措施 包括了文件站 学校 社区居家 还有大众运输等都务必要做好防护工作 过来做好防疫的措施 花莲县政府17号下午在县府大检报室召开 花莲县应以新冠肺炎跨局处及中央驻地单位 一起开设应变会议 现任徐中卫 副县长蔡英皇 秘书长严信商共同主持会议 包括县府各局处首长 13三镇市首长疾管局共同来召开会议 现任徐中卫表示 虽然花莲没有一个案例确诊 不过还是需要各个单位和地方能够配合防疫 共同来度过最艰辛的一刻 再一次的整备 另外对于未来社区流行的整备 我们更要超前的部署 另外对于我们现在无论是国中小 幼儿园或者是安老安养机构 以及我们观光地方 防疫的作为强度要更大 而且要更深 更加的次数 清洁工作要更加的平凡 那在我们的无论是这个 这个花莲监狱御所的部分 或我们军方的部分 这个部分的严格的管控 我也要谢谢我们军方 真的是非常非常谨慎的作为 我们要谢谢大家 那另外在未来我想无论是我们医疗院所的部分 无论是对于叛病的约制 以及我们的这个网友的部分 这个医疗院所都提出了非常非常强度 非常大非常高的这个约制力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都能够配合 因为我们现在唯有配合 而且唯有吸手同心互相的理解 才能让这次的疫情得以被控制 而且然后再做我们的减灾防灾的工作 花莲县卫生局长朱家祥也一项现场报告 全世界的确诊情况 也说明花莲目前是没有案例的 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好防护的措施 现在许中也同时也一一听取 各局处说明文件站 社区居家 大众运输等等所执行的情况 希望大家能够配合好 做好横向林区的工作 共同来做好防护的工作 记得终于黄色味道